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學友 那我們最近從國外引進的兩台車子回來 分別是14年的BMW 428GC 跟16年一樣BMW 428GC 那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看從國外然後引進進到台灣 車子這個過程的話我們會再拍一支影片 來跟大家說明 那為什麼我們這次會辦兩台428回來 原因就是因為第一個它的外型非常的好看 那再加上它無邊框的設計 所以整體表現賣相很好 所以我們特別引進了兩台428GC回來 然後再來剛好是我們最近又收到一台2014年 一樣是BMW 420 那這三台車的共同點就是 它們的引擎都是一樣的 叫做N20的引擎 它的鏈條是這顆引擎的一個通病 那像2014年這台雙門的420 它的鏈條已經更換過了 跟2014年這台BMW 428 它的鏈條也換過了 我們只剩2016年的BMW 這台428的鏈條正在維修 車子目前在保養廠 然後做更換 那我們用鏡頭來讓大家了解 這台車子更換的過程 跟更換這個的費用到底要多少 那我們就出發吧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我們的保養廠 然後看一下我們那台16年的428 目前的維修進度 我們這台車子包含16年的那台車都一樣 我們回來 即便它聽起來開起來沒有問題 那我們也希望它可以交給下一個車主的時候 情況也是好的 然後所以我們有做預防性的強化 因為這個真的 開在路上如果說它的鏈條斷掉 那真的不是幾萬塊能解決的事情 這應該是幾十萬塊才能解決的事情 平心中它真的發生 我們會選擇這一間的原因 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它離我們公司很近 那我們有時候拉車拉來拉去 才不會到才不會這麼危險 然後距離短我們就可以降低我們的風險 好 我們出發吧 現在轉掉了 剛好在這邊 這是我們16年的428 現在在維修 來 這是一台帥車 看一下機器的平板給大家看 非常簡單 所以現在這台的鏈條都換過了嗎 對 目前它還有什麼分別 水管會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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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所以現在就是 鏈條換完 然後 水管 水管處理完就沒事了 對啊 那師傅 我比較好奇問一下 為什麼它的鏈條會漏 為什麼會這麼容易換 公里出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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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變成是慢慢就會有聲音 慢慢就會有聲音 因為打電話有聲音 那如果 那如果 如果我都 聲音出來 然後補換的話 那最後嚴重會怎麼幹 所以 開嚴重的電條會斷掉 就是 如果聲音出來 然後沒有去做維修的話 電條怎麼開一開 就是 電條斷掉 我已經整個都要大球 全都要大球 全都要大球 對啊 一定要踩起來大球 對啊 那我們 我們這樣整他換鏈條下來 大概要多少錢 多少錢 多少錢 啊 你應該也要 四五萬塊吧 一般也要四五萬塊 對啊 所以如果我整這四五萬塊 然後鏈條斷掉 我可能就會花幾十萬再修飲 對對對 哦 所以目前鏈條都弄得差不多 對啊 然後他的代修品就 就只在那個水管 對啊 就剩鏈條的水管 嗯 對啊 那我可以看那個嗎 他那個鏈條換下來的那個 東西 這也換下來的東西 嗯 在那邊 在地上 這個哦 對 哦 這就是鏈條 這個 這是滑板 這是鏈條 對 這是滑板 嗯 就是小池 那這個是推送 推鏈 哦 這個 推送器 對對對 哦 所以就是 就是換一整組 要換一整組 所以沒有人再單換一個 沒有人單換上面或是下面 對 都是換一整組 嗯 不然 要跟程組出 如果沒有 沒有單換那個鏈條的話 就開一開一個 隨時把另外一條鏈條 會斷掉 哦 對對對 所以我都建議個人換一整組 所以就是這個東西 要花大概四五萬 沒有 連連工資啊 都會斷掉 我們拆這個 不要一個工程 對 然後拆 我們 工資兩個要拆 所以我們拆 然後拆可以拆 要下兩 然後油理回來拆很多 所以簡單來講 是一個大工程 對 這跟你會比較長 啊 最起碼你客人會好賺 對 對 哦 所以我們 我們才習慣車子回來 就先 開來這邊給你們看 就看一下 電腦測一下 看車子有沒有什麼問題 啊 雖然最起碼對你們來說 比較放心 把車交回車 對 所以我們 我們都是做品質的 哈哈哈哈 那所以這台車這樣弄的話 一般我們換 換這個 換這鏈條 額 工作平台 對 最起碼要做啊 最起碼要做啊 最起碼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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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你可能在拆 那才從拆有底格的時候 看電片有沒有 就以為電片有沒有硬化 如果有硬化的話 他要告訴客人說 有底格電片還有 氣門式電片 哦 所以還是要更換 要更換 要更換 所以16卡 變10元 不然 如果要做的話 你一天換的時間 如果快的話也是 你自己一天換 換的話兩天 這還要慢慢做 然後才可以知道 有沒有其他眼鏡出來的問題 對對對 都有的問題有沒有 會幫客人做幾次 哦 對 所以你現在換新的電條之後 永遠不能重吹 你要慢慢踩 你就慢慢踩 不能踩一下 踩一下又踩一下 就踩一下又踩 對啊 油門 換了新電條之後 油門盡量不要踩大 那電條要先給它去表現 反正它還在適應 對 然後適應一個禮拜過後 才可以慢慢大腳 對 哦 可以給電條習慣這個油門 哦 對對對 哦 哦 它是生肉水的問題 就還好 這個嗎 這條水管 這條水管 對啊 那換水管是要換哪一條 這一整組 沒有那一整組 這一節然後連到上面那邊 是一整組 對啊 它是 它好像只有換一整組 它沒有辦法換這條水管 哦 對 在 拜託你們照顧它 對啊 我真的不知道 電條要讓它死 對 就要適應了 像放好新的電條之後 最起碼要讓它 就給它先引擎發動 先給它 先給它適應 先給它靠 你知道嗎 出去開的話 風險太大了 因為電條沒有適應好 就出去開 對啊 所以它沒有磨順 對對對 就跟引擎的原理一樣 啊 引擎如果 引擎如果大修的話 也是要 在車子原地適發 才可以直接開 它一樣靠 哦 對 好 那基本上應該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有 好 感謝我們的葉老闆 哈哈 葉老闆 我怎麼想找 葉小老闆 哈哈 好 那我們就 影片就先到這邊 然後 下次有遇到這些 要維修的車子 那我們再帶大家來做實路 謝謝大家 掰掰